好 那我们资料库建立好之后我们来讲第二个层级就是事件 就是它预设的话在资料库底下会有一个预设的事件 那这个事件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做一个新增事件来测试 按一下在这个资料库上面按右键 那可以新增一个事件 就是它可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事件 比如说Test 再新增一个事件 它预设是4月4号 可以新增很多不同的事件 就是说在这个资料库中你可以针对不同的事件去做一个管理 那删除的话也一样 直接按右键 那这边上面有新增最底下就有删除 删除 那最后一个可不可以删除呢 我们按按看 它说没办法 因为资料库必须包含一个事件 所以它至少需要一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是可以改名字的 我们只要点一下 先在选取状态 那看到这个有字的地方 点一下 那就可以改名字 比如说我们要改一个底下要练习的名字 叫做剪辑练习 好这样这样一个剪辑练习的事件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接下去可以做这个剪辑练习使用 这个就是资料库底下的下一个层级是事件 它可以有很多的一个资料库可以有很多的事件 那就是这个剪辑练习的事件